讲完代理模式 设备器模式 还有装置器模式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对这三个模式进行一个对比 因为他们三个模式看似代码和UML类图很像 但是他们三个模式的用意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既然我们刚讲完代理模式 我们就从代理模式下手 大家想一下设备器模式是什么样子 设备器模式呢 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呢 举例子是举的那个插头的例子 就是德国的插头和英国的插头 和我们国内的这个插头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加一个中间加一个转换头 才行 还有好多这种220伏的电源 然后充我们电子 出手机的电子的时候呢 需要进行一个变压器的一个电压转换 这都是设备器模式 那代理模式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就不再说了 那它两个的用意呢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 设备器模式它是要提供不同的接口 然后呢 代理模式呢 是要提供一模一样的接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设备器模式是 你的使用者想去使用这个目标类 但是呢 目标类太老旧了 不能用了 或者说因为格式不一样 不能用 不是说不给你用 是你不能用 能用的是呢 你需要加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适配器 然后让它适配一下 进行一下格式的转换 所以说它要提供不一样的一个接口 就像是我们的插头 直接输出的是220伏的电源 但是我们通过转换之后 输出的是一个12伏的电源 它要提供不一样的接口 然后代理模式呢 就必须提供一模一样的接口 代理模式是使用者 你无权使用目标类 设备器模式是你可以用 但是呢 你没法用 代理模式是你无权使用 无权使用 但是你又想用 对不对 你无权使用 你又想和有权使用 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 加上代理模式之后呢 所以说它要提供一模一样的接口 才能让你感觉 你是有权限使用一样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再看和装饰器模式 装饰器模式 我们大家想想 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一个手机壳 对吧 手机呢 正常打电话 看电影玩游戏 手机的那个什么听筒啊 音量啊 静音啊 这些东西 摄像头啊 都是可以用的 但手机壳放了之后呢 手机壳可以装饰 手机壳 会让手机变得很漂亮 很结实 而且上面有个指环 可以防止滑落 大家对比一下看一下 装饰器模式是扩展功能 原有功能不变 且可直接使用 就是说原有的我还可以用 我扩展了之后 使这个整体功能更强大了 扩展的功能呢 和原有的功能并不冲突 然后代理模式呢 是直接针对原有功能 为什么直接针对原有功能呢 因为它那个目标里 不让那个使用者使用 但是使用者又想使用 就直接针对原有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强调的 就是讲代理模式的时候 强调的 接口要是完全一样的 就像你有没有带领 你访问GitHub这个网址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显示原有功能 就针对原有功能 但是是经过限制 或阉割之后的 就像我们这个经纪人 去限制你去访问 明星的一些信息一样 明星的电话 你是不能获取的 你只能获取我的电话 或者说明星是没有包假的 我来帮他报假 这一些 就是这两个 也是完全一样的 OK那我们讲完这两个之后呢 大家如果是对这三个代理模式 还是很模糊呢 我建议大家再去回头看一下 适配性模式和装饰性模式 当时怎么讲的 然后再回顾一些代理模式 怎么讲的 然后你再回顾一下 我刚才讲的这两个的一个对比 这三个设计模式看似很像 但是他们的使用场景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肯定要分开来讲 对这三个设计模式看似的